OK 那我们开始哦 学校生活 大家觉得怀念吗 我觉得非常怀念 想回到那个时光 那我们今天可以先看看单字的部分 我今天解释这个单字的方法 就是一个 一来是造句 就是做成一个句子 二来就是 像这个地方 是做什么的地方 我用日语来解释看看 看看你听不听得懂 可以试试看 好 那第一个 スクールバス スクールバスに乗ります 或是スクールバスに乗って学校へ行きます スクールバス就是 学校的公车 这样的单字 好 再来 校门 通常 校门有正门跟后门 那要分别怎么说呢 正门通常会说 背门 背门 那后门呢 裏门 裏门 侧门会说 有过门 也有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呢 有一些坏学生 要从后门跑出去 怎么说呢 裏门から抜け出す 裏门から抜け出す 抜け出す就是 从那边逃出去 那种的说法 再来 那我用日语来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子 視聴学室には ビデオやCDなど 見たり 聞いたり する 教材が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視聴学室にはね ビデオや あとはCDなど 見たり 聞いたりする 教材が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我刚刚说 教材 教材 或是其他单字也可以啊 教材以外 还有吗 我比较喜欢用的是一个 リソース リソース 这个词 リソース就是 资源的意思 我们在生活上 也是常常听到 看到的一个单字哦 可以顺便背起来 リソース 再来 技術室 技術室 技術室可以做什么呢 技術室では 木工を勉強したり 何かを 物を作ったり できます 木工を勉強したり 物を作ったり できます 技術室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ノコギリ 用ノコギリ 橘子 ノコギリを使って 箱を作る ノコギリを使って 箱を作る 用ノコギリ 来作箱子 木箱 这是一个 日本的学校 常常看到的画面 再来 音楽室 音楽室 音楽室には ピアノ や 他の いろんな 楽器が 置いてあります 音楽室には ピアノや 他の いろんな 楽器が 置いてあります 大家会想到 什么样的 乐器呢 我举个例 好不好 ピアノ あとは ギター 吉他 あとは えっとね リコーダ リコーダ 直底 但是 我说的 リコーダ 通常是 那种 比较高音的 直底 学校 学生 练习的 那种 再来 理科室 理科室には 理科の 実験器具が 並んでいます 実験器具 实验器具 並んでいます 摆在上面 的意思 はい 再来 廊下 听到 廊下 就马上 想到的是 老师 提醒学生 廊下を 走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廊下を 走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不可以用跑的 はい 再来 ろっか ゲタバコ ろっか ゲタバコ ろっか 就是 置物柜 ゲタバコ 是鞋柜 很有意思 到现在 还是用 这个 ゲタ 木 木 木 这个叫做 ゲタ ゲタバコ 用一个 最传统的 说法 ろっか 的话 通常是 放一些 ランドセル カバン 等等的 一个 置物柜 ろっか 说起来 怎么说呢 ろっかに 鍵を かける 鍵を かける 用这个动词 再来 室内 鞋 室内鞋 很有意思 日本的话 就是进去 学校之前 要 换鞋子 换成 室内鞋 有没有看过 白色的 很可爱 室内鞋 那 换成 室内鞋 怎么说呢 会用这个动词 再来 保育 保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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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时候 要去呢 保健室 是 具合が悪い時 や 怪我をした時 に 行く ところ です 具合が悪い 怪我をした 那种的时候 会去的地方 再来 学校制服的意思 学校制服 学校制服を着て 学校に行きます 学校服的相反 有一些学校是 开放 就是 边服 穿边服 自由衣服 来去学校 怎么说呢 私服 私服 私人的衣服的意思 所以 私服跟学校服 或是制服 是常常对比的 再来 石像 堂像 所谓的 什么什么 像 校长 还是有一些 有名的人物 等等 石像 石像 が置いてあります 放着 那种 修法 再来 職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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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老师在的地方 所以 我们会说 職員室に 行って 先生と 話をします 職員室に 行って 先生と 話をします 学生 通常会 最害怕的地方 再来 図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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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地方 図書室で 本を読みます 図書室で 資料を調べます 資料を調べます 就是 調查資料 再来 教室 教室 教室に 入ります 教室に 入って 勉強をします 等等的 用詞 常常出现 再来 校長室 校長室 我可能 印象中 没有 进去过 几次 校長室 校長室には 誰がいますか 校長先生が います 校長室には 校長先生が います 那是什么 句子 好無聊 不好意思 再来 体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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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体育館的意思 体育館で バスケットをします 体育館で バトミントンをします バトミントン 就是 羽毛球 再来 校庭グラウンド 都可以 这个也是 常常听到的 用詞 例如说 老师 广播 说 请大家 集合在 操场 怎么说呢 校庭に 校庭に 集まってください 皆さん 校庭に 集まってください 就这种的 说法 再来 プール 游泳池 许多学校 也是 里面 有附设 游泳池 所以 プール プールで 泳ぎます プールで 泳ぎます 等等的 用词 再来 最后一个 休息室 学校厨房 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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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 为了 学生 做 午餐 的 里方 这个叫做 休息室 可以吗 所以呢 去休息室 拿午餐 怎么说呢 休息室に 昼ご飯を 取りに 行きます 昼ご飯 或者是 营养午餐 怎么说呢 休息 休息を 取りに 行きます 那种用词 都可以的 好 那以上就是 这一期的 单字练习部分 我们现在 进行到 绘画